十一黄金周一向是婚礼的旺季 经历了上半年的疫情 2020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更是迎来了婚礼的紧喷 10月7日 2020中国婚博会北京站在停办两次后重新开幕 在婚博会现场 记者看到婚纱摄影 婚纱礼服 婚礼策划 珠宝首饰 婚庆消费各个行业在此汇集 各展位前人流如枝 热闹如析 有多次参展的展商告诉记者 他们的客流量较之疫情前差别不大 我们这块的话 你也可以看一下人数 发现就是大家一些筹婚的新人 可能在疫情过后 就是开始不断地去咨询我们的婚礼 从早上9点多 人就已经开始很多了 总体上我觉得差别不大 而且这一届的客户的这个 就是签单的欲望 可能会更高一些 当天 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一对新人 李染坤和容天宇 他们在2019年就已拍摄了婚纱照 但婚礼却因疫情推迟了一年 我们原本计划的是今年的9月2号 就变成了明年的8月14 李染坤和容天宇是高中同学 已经历了9年爱情长跑 婚礼推迟后 阴差阳错正好在他们相恋的第10个年头举办 或许正因为如此 两人心态都非常乐观 他们说疫情让他们更感到爱情珍贵 就觉得爱情更珍贵了 两个人就加快了生活的磨合吧 应该是 变得更默契了 反而加深了感情我觉得 其实感情挺好的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什么失望 或者互相安慰 其实因为感情记录在这 其实感情加深了 也都一起度过 李染坤和容天宇告诉记者 疫情也让他们更珍视亲情 更关注双方的家庭 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婚礼上 两人希望能够更多地体现 家人之间的感情 在环节上 反而因为疫情之后 就是变得简单了一些 但是增加了一些 就是让父母来表达 我们对父母的感谢 这方面的环节增加了 像李染坤和容天宇这样 因为疫情推迟了婚礼的新人 还有很多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 这些等待了许久的新人们 终于将迎来大喜之日